喂你好 好的 我想把昨天我想说的 说一下可以吗 都可以 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比如在哪里之类的 我现在是在法国 我在亚绵 是那个法国北边的一个城市 我昨天想说的 我自己的一个 比较怎么说 奇怪的事情 就是 其实很简单 我在国内有一段实习的时候 我跟我的同事们 其中也有外国人 然后我们一起去泰山爬山 在那个半山腰 然后我在一个纪念品店 买了一把梳子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明明是买了一把梳子 我记得很清楚 非常非常清楚 等到我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是有两把 为什么很清楚 是因为当时 我是作为一个翻译嘛 然后那个团队里面 只有我一个女生 反正老外对他这些东西 都完全不感兴趣的 我回家之后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想是给我妈妈 一个纪念品嘛 然后我就给到她了 给到她之后 我清书包的时候 我发现还有一把 是一模一样的梳子 然后我当时就给我妈妈讲了 我说我是买了一把 然后我妈当时还有一点怀疑我 她就说 她问我是不是 就是她没有直说了 但是我知道她的意思 然后我说怎么可能 我说 那个我买的时候 所有人都看着我呢 就是同事都在旁边的 然后所以我就这一个事情 然后我也跟我周围的朋友说过 然后有的朋友就说 那你是要去还愿的呀 因为泰山好像说你去到一次 然后要去第二次的 我说我第一次去 也不是要求什么 要拜什么的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有评论说 你不小心就顺了一把 对我妈妈的意思 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我确实是没有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 我也没有人说 然后也没有地方能够查到 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以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感觉你不应该买梳子 你想你要是买的是金砖 买了一块金砖 回家一番有两块 这或者你经历过什么那个点 它正好带复制的 那多好 你是买的什么颜色的梳子 就是那种木头的呀 就是应该是很很普通的吧 然后我这个事情后面 我妈妈相信我了 但是我感觉她也是半信半疑 但是她应该不会太怀疑我 做了什么不太光彩的事情 后面然后她就说 因为我有一个妹妹 那个表妹 她身体不太好 然后我妈有一次要去看她嘛 然后距离比较远 我是山东人 然后我妹妹是宁夏那边 然后她就跟我说 带一个什么礼物好呢 什么的 我说要不就带那把梳子去吧 我说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反正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相信我 梳子后续就没有对梳子做什么处理 就全部留下来了是吗 没有 没有 所以我就是 我觉得很神奇 我很奇怪 所以我也没有地方说 所以昨天我就想 想要说一下的 就这样子 反正是也没有带来什么坏的影响 对了 有我也不知道啊 如果是我要是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我心里明明记得 我就买了一把梳子 尤其是梳子呀 梳子 不是梳子镜子这类东西 假如说我就买了一个 回家突然发现两个 我宁可全都丢了 是吗 反正换我的嘛 我是会那么做啊 我就会全都丢了 就哪怕就是说 自己自己可能 就哪怕有可能是自己 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或者无意识的情况下 或者人家要买一送一了 或者怎么样 还是真的就莫名其妙 多出一把啊 我就不会去考虑这些 我觉得奇怪的东西 就去沾上这个东西 但是您说嘛 没有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那就无所谓 就是有不好 我也不知道啊 那家里人有出一些事情 或者 我没有联系到一起 但是只不过这个事情 一直是在我的心里 就是 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事情 然后我看到有人说 是我自己无意识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 国内的话 是你买什么东西 你是要给到他的嘛 然后他 他再给 给你 然后你付钱再给你嘛 是这样 不是说我从货架上 拿两 拿一把梳子 然后跟老板说 好 我买了啊 然后不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 所以 对 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 就是这一个事情 好的 希望也希望 就是一个普通的事 就没什么后续的坏的影响 对 然后还有就是 我自己稍微说一下 我在这边 跟外国人 或者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 我自己的一些反思吧 就是因为您知道在法国 您也想说你的经历 就顺道可以把我问的问题一起说了 因为之前 我没有去过欧洲那边 然后之前看新闻 总是法国又罢工了呀 又怎样了呀 因为说法国人特别懒呀 国家福利待遇特别好呀 所以说他们就不愿意上班啊 反正领着国家的钱 总体来说 就是大家形容 就新闻爆出来 就说比较懒惰之类的 就不知道你在那边 就生活过以后 就是对他们的这种行为 或者这个东西有什么想法 或者可以分享的 然后您可以顺道一起 就是把您 就是说你在那边经历 一起说出来 我就插一个问题 好 好的 对 大家的意向的话 我觉得跟事实来说 相差的不远 但是我自己感觉了 是我个人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 怎么说 或者可以说民族性 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不同 确实他们这边 怎么讲 如果是法国国籍的话 你如果是没有工作 或者是暂时没有工作 只要你是处在找工作的状态 或者是你有一定的文凭 在政府的帮助下 你都可以养活自己 因为这边是如果失业的话 他会有一个培训 总之呢 他就是想要帮助你 一直到你能找到工作 然后在你失业期间 根据你之前的工作的时间 还有其他什么之类的吧 也会有一定的失业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我周围也有认识的朋友 他已经工作四年 他就自己就主动的失业两年 就这样 然后他去周围的国家旅游一下呀 或者是 当然他自己那四年的工作非常累嘛 他是在我们这个 给中国人工作 对就比较累一些 大家总的印象 我觉得没有错 但是我们不能说是他 我不觉得是懒或不懒的问题 是有一些人觉得 有这个保障的前提下 你比如说 我就算不工作 但是我每月可能 我吃饭不成问题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 他没有一个焦虑感 大概占多少啊 比如说 我一个月的收入是100 是按照你自己收入的一定比例 还是他有一个最低保障线吗 因为我没拿过 所以我不太确定 要根据那个 你能够拿失业金的 当然一个前提是根据你的签证了 反正我们外国人的话 是有很多的限制的 对就根据你的合同 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的合同的话 应该有个大概60% 那差不多 韩国这边也是有那个失业金的 外国人 如果你跟公司签的那种正规的合同 公司莫名其妙把你开除了 或者公司突然倒闭的话 也是可以申请失业金的 比如说你原来的工资是 200万的韩币的话 那可能你能领到 就是外国人的话 可能能领到90万韩币 6954 5400这个样子 因为之前我有个弟弟 他连着领了半年 就在家歇着玩游戏 他也不出去 不出门不花钱 但是他有个问题 就是这样 第一个月给你了失业金 但是你要去找工作的 你要去领第二次钱的时候 要给他看 你给哪个地方发简历了 然后去找工作了 要证明的 但是别人就怎么说呢 没有雇你 然后你才能继续领 就越往后越难领 是这个样子 法国这边的话 它是也有规定的 就是根据你之前的工作 工作时长 反正因为我前一段时间 在隔离期间 我有我怕自己那个失业嘛 我自己有算算过 按照我的工作时长 可能我会领个半年 对 因为我也是刚刚工作 但是最终的话 我是没有那个 最终我发现我的这个签证 因为是刚刚开始工作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说 对就像我之前听您 跟您这边连线的 很多其他的小伙伴们 说的是一样的 就如果你是在国外 想要享受他们的 特别是工作上面的福利的话 还是要好好努力 就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说一下 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也包括是最近 最近是由于这个 一些政治形势吧 之前我也是不太关注 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我一出国 在出国之前吧 我就知道 世界上是有很多 对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一直是保持着特别反感 也不是反感吧 就我不太想听这些东西 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实的 爱国的一种情感吧 等到后面来这里的时候 包括跟我的同事 说起来的时候 我在今天 就是最近 我会在反思自己 就是跟外国人一起 就是聊起来 比如说我同事 他前一段时间 好像在跟我聊天 他就说到 他有一个朋友 去中国啊什么什么 他觉得在中国非常好 我当时我也很开心 然后我说是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说啊 欢迎你以后也去 然后接着他话锋一转 他说 他说但是他在中国 从来没有看到过 就是像今天这样的天气 因为当时我们在外面野餐 然后我当时就一下 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我到现在 我反映一下 我就觉得是一种 根深蒂固的一种 说大了 就是自卑 就是我自己本身 我就很认可 大家对我们的评价 这个不要自卑啊 因为之前有一个 专门做这方面 就是和这个相关行业的朋友 有聊过这个话题 关于这个天 蓝不蓝的这个事情 他也是分地方的 分地方分地区的 那中国有的地方 就比如说偏西部 或者云贵那边 或者有些地方 它的天也是很蓝的 空气也是很好的 你要看它在哪个地方 可能你所在的城市 是这样 有地理 或者其他一些 气象因素的限制的 嗯 对 我就是通过听 最近看这些 所有的这些节目 包括台湾的 然后还有我们中国 像你们这些 up主刊的一些 一些节目 我就会有点反思 就是其实我对自己的 祖国的一些 所谓的缺点 或者所谓的不足 我自己是没有一个 特别全面的认识的 我有一个很主观的 还有一个比较偏颇的人士 就是我会觉得是说 确实因为我在山东中部 我们那个城市 确实空气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会自然的会觉得 认同它的这个说法 可是现在如果 它再这样跟我讲 我就会说 对啊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 工作要做 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反思 为什么 就从大方来说的话 就是 比如说像 这些所谓的 欧美的发达国家 然后他们的那个 垃圾处理非常好 它不是处理的好 它是把垃圾 运输到这些发展中国家 它的工业垃圾也好 生活垃圾也好 它自己没办法处理 因为建一个垃圾厂 对环境污染是很严重的 包括你在哪个地方 建那个垃圾处理厂的话 可能周围的居民 抗议也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自己没办法处理的话 怎么办呢 就是把这些垃圾 运到发展中国家处理 所以这也是 其实说白了 那就讲的就太 扯太远了 也是就是西方列强 就早期的时候 他们积累的一些优势 所以到现在变成这样 很多低端产业 都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发展 以前的英国 1900年 或者说当时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英国为什么叫雾都 也是满天的雾霾 都是一样的 对 是的 只不过他们已经过了 那个过程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慢慢 走过这个过程 当我们完全走过的时候 也就变好了 对 所以我感觉 这就是我们在国外 也不是国外吧 就是成长的一个 自己怎么说 增加自己的阅历 包括对现实社会的一些思考 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这样 然后另外 我还想说的是 就是我听到其他的小姐姐 小哥哥说到 关于教育这个问题 确实是这样的 在这边 如果是你想要孩子 学习的非常轻松 那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有很多公立的小学 据我不太全面的了解 他们是每个星期 应该是有一天 星期三吧 可能是上半天 然后还有一整个半天 是有其他的 我们说的是课外活动吧 这样 但是如果是你想要孩子 还是说以后 往社会的更高的阶层走 就是非常狭隘的 这样定义 就是再往上面走的话 还是要给孩子 报不停的培训班 像我比如听说过 有的孩子就是 他是没有周末的 就是上午下午 两天 周六周天上午下午 都是有这样的 要去参加特长班 因为我之前教过 小孩子中文 因为在我当时是 星期六的下午 在我后面 马上就是一个其他课 就这样子 然后孩子告诉我说 老师 我不想过周末 他说他觉得 他的周末比 平时要累很多 这个是中国人的小孩子 中法家庭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聊起来的时候 就是我跟我的小伙伴 聊起来的时候 就说到 如果说以后 你在这边定居 想要自己的孩子 有一番做 怎么说呢 就是考比较好的学校 比如说巴黎 高师啊 或者是综合理工 这样的非常好的学校 肯定还是要像国内 那样学习的 甚至要比国内 更艰苦一些 对 就是去到私立啊 其实就像之前 之前那些 哥哥姐姐连线说的一样 你不努力 想要达到某种成就的话 是不可能 对 同意 不管是学习 还是搞艺术 还是搞什么东西 你不努力 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像我国内的朋友 他有问到我一些 他看到很多视频里面 特别是由于 前一段时间的疫情 然后对我们中国 就是亚洲联 然后他就问我说 有没有遇到这些事情 然后说你赶快回来吧 这样子 我因为是在亚眠 他不是像在巴黎 那么大的城市吗 就是会有很多的中国人啊 然后有很多老外 我在这边的话 像我一般出去到市中心 能够看到亚洲面孔 不是说我出去一趟 大概各位数吧 就除了就各位数 我在这边 我有遇到过两次 但是对我来说 都不太至于造成什么伤害 有一次是迎面走来 一个小男孩和他奶奶 然后他就直接对我说了一句 那个词嘛 就是新冠的这个词 然后就这样子 其实我当时是着急走路 基本上他跟我擦肩而过的时候 没有擦肩 因为他马上就擦到旁边去走了 他不跟我擦肩 但是我也没有跟他在说什么 是这样 当然我心里确实有一点生气 再有一次是我上车的时候 打卡 打完卡往车的后面走 我就听到了有一个人 在跟我这样讲 然后我就想回去跟他说 问他说你说什么 可是我发现那个 他是跟他妈妈 还有他姐姐一起 所以我就没有上前 然后就这样 这是我自己个人遇到的这个情况 我记得就是在欧洲疫情 后来初期的时候 法国也是直接爆发嘛 那个时候我有做过很多 疫情的视频的剪辑 包括一些 其中有一段是那个法国街头的采访嘛 也是很多法国人 年轻人啊 有些人就是根本都不相信 有这个疫情这个事 觉得这是一个骗局 也是那段时间 我突然对很多 就是西方世界的 这些年轻人的想法 变得非常的 一下我就崩溃了 你知道吗 以前从来没想过 居然会有人 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骗局 就哪怕你身边很多的人都生病了 他还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假的事情 我就非常的诧异 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印象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美国那边传来 还是怎么样 大家会觉得说 我最一开始大概是二月份吧 二月份对 我记得跟同事聊起来 然后他们还觉得很惊讶 他们就问我说 你知道那个城市吗 就是武汉吗 什么 我说对啊 我说我姑妈都在那边 我说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怎么样了 他们在那边怎么样 我说就是按照政府的要求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我同事就会说 这个也就跟流感差不多吧 我们每年的流感 也要死掉多少人 当时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讲的 而且他们说了一句话 就是 然后他们说 我说 他们问我说 他们隔离多久了 当时我不太记得 总之 总之就是很久的时间 我的两个同事 他们一口同声的说 不可能 对我来说不可能 对 他说 我还要去运动 我还要去购物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当时就是笑一笑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想到 真的会到这么 后面这么严重 然后 对 在后面的话 我们也没有再见 就是一直在隔离隔离 隔离之后的话 我们有复工一段时间 法国这边复工 不 其实现在也是在复工了 那 刚开始复工的时候 我们是戴口罩吧 所以说 我会尽量的避免跟他们聊天 当然 他们 对 大家其实知道 我在几月份去过意大利嘛 然后我在一月份去过意大利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 同事之间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工作环境 我觉得是蛮轻松的 就这样 马克龙在那边被骂的惨了 对 是这样 我跟同事聊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就说 我说这是你们自己选的呀 然后他说 没有啊 我没有选他 我说你没有选他 可是 这是 这是所有法国人民的意见 他说 我没有选他 他说 他就是一个说谎的人 我说 我说你们的政府是永远都不会让你们满意的 然后我的同事 当时是有一次是罢工嘛 前一段时间罢工 是因为养老保险的情况吧 他们这边的罢工是 你是可以去的 就是比如正常我们上班 但是他是可以跟老板说一下 就是我明天要罢工了 就这样子 不是罢工了 就是去游行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你要不要来 我说 我说我不去 我说我不是法国国籍啊 他说你可以来的 什么的 你来声援我们 这个意思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的政府永远不会让你们满意 他说是 他说他们就是骗子 所以 所以 我听过一个女生跟我说 意大利的男人特别怎么样 就是说特别会勾搭小姑娘 然后 之前有一句话 你说 有一句话 是 是说意大利 就是意大利的男人如果不赞美女生的话 那么是他们做错了 还是做的不对 就是他们只要看到一个女生就一定要赞美他 我去意大利旅行 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就不是被赞美了 就是会跟你主动聊天的人会比法国要多的多的多 可能我在法国就是一向是那种怎么说 就是生人物尽的那样的脸 因为我我总是觉得自己一个人的话 你你一定要表现的就是不能让别人 比如说小偷啊或者是什么 有可以趁虚而入的机会 所以一般我走路都特别快 所以其实一开始我经常会迷路 那就是因为我不问路 并且我也不停下来看手机 我想要假装自己好像什么都知道 然后就是害怕被别人 怎么说 就是趁虚而入这个样子 意大利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没有很细 很深入的跟他们的人接触 我不太清楚 他们在那个人际交往方面 我觉得特别是像大的旅游城市 他们不太打触跟亚洲 特别是亚洲的人交流 这是我的感受 因为我朋友他是在 他有一个他是在乡下 法国的其他城市 他告诉我说他的同学 就有同学很害羞 不敢跟他讲话 他是班里唯一的中国人 然后有的同学就不太跟他讲话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 可能有的外国人 有的法国人吧 他们不太接触外国人的话 也会不那么外向 其实我对法国人印象挺好的 为什么 因为在14年 我有做过一段时间 街头直播在韩国首尔 然后在街上去 有一个公园 那个公园里面都是一些老外 或者留学生啊 他们半夜会在那里面聚集 喝酒啊 唱歌啊什么的 我就经常去那个地方 然后遇到 就是一帮人嘛 一帮人 我找那个男生说话 然后一问 他说他是法国人 法国人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法国人 见面打招呼 是有那个贴面礼吧 这个东西叫怎么贴面 他就跟我示范了一下 但是好像是 我没记错 好像是跟我说 一般男生跟男生不这样 然后他旁边是他的女朋友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可以让你的女朋友 跟我示范一下吗 那个男生非常开心的说 好呀好呀 我让我女朋友跟你试一下 对 这就是一个礼节嘛 这是就很普通的一个礼节 所以我对法国人的印象特别好 我觉得法国人特别 所以我好交流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国内的 有一个电视剧 我记不太清楚了 其中有一个镜头是 里面的有一个男生 对他的女朋友生气 就是因为看到他的女朋友 在跟一个法国 不是一个外国人吧 做比较亲密的动作 我当时一看我说 这就是法国的贴面礼啊 我反正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镜头 就是他这个设定 有点把观众当成小孩子了 当然也可能很多国内的朋友 他们不太了解这个习俗 对 好的 谢谢小姐姐今天的分享 我还有最后 好的你说 跟台湾有关的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是 传说是国民党中情局 当然可能他人没有去到台湾 因为据说他可能在 大陆的时候 在他们要全部都签到台湾的时候 他可能 我不知道是被还是怎么样 总之就是走了 就是去世了 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家从我爸爸 就是那个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的差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好讲了 就我就想说 其实我一直小的时候 我还做一个梦 就是觉得我爷爷有一天会从台湾来 把我接到台湾去 然后可能有一天 我就会变成像电视剧里面的 台湾的那种大小姐 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特别天真的梦 我相信 现在的话 有可能会是 现在的话我就 现在应该是老姐姐了 然后现在我就想 哪一天也能够再去台湾走走 希望台湾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社会啊 你放心 他还是原来的样子 二三十年都没有变 对 其实我们对台湾的感觉就是亲人 当然 那对方的话我们不太知道 我希望一切都好 大家一切都好 他还是有些 有些人其实还是非常善良的 然后有部分人可能会非常奇怪 但是也有善良的人 那就躲着那些不善良的人 多接触那些善良的人就可以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雨显 谢谢小姐姐的分享 好 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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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